來後有很多開車的鄉親 可能都認為 只要是這個 頭腳位 白線的地方都聽到停車 但是我們要提醒大家 不是所有的白線都聽到停車 來看我們這個報道 塞車人應該都有這種經驗 看白線就覺得可以安心的停車 不過不少人就算聽到白線 以往未開發堂 提前鄉親可能是聽到 或是沒有了解這種白線 其實白線有兩種 如果是聽到這種 15公分的路面平線來的就是正確的 如果是聽到這種 10公分的分隔線 就會被開發堂 對白線本身有大小條 就算找到15公分 白線停在那邊來 也有很多所在的注意 如果車主停車是停車的 或是正常在停車 超過路面40公分 要有這種平白停車的 都會被發 現在譬如600塊以上 1200塊以下的法金 要有可能被拖住 如果拖住就要有拖住 拖住會跟保管會 這個規定你如果沒有了解 就可能犯錯 整個這個基本面就是說 你應該是要把路邊邊線 是不是你要設計給車停 那個關路可能要先設計好 警方也希望說 我們鄉親不能為了一時方便 別人說白線 別像紅線 紅線要求這麼嚴 就親採聽 最好要有耐心等停車機 這樣才不會去收到發堂